墨西哥的总统讲这个话 其实代表就是说 美国一直对中南美洲 他一直伸手干预 常被管辖 甚至于牵涉人家的内政跟司法 这是墨西哥来讲的话 主要是司法来讲 美国来讲 发了一个不当的言论 因为司法是人家国家的法律 那你美国的大使 你凭什么去评论人家司法 要怎么改革 怎么个做法 你不能说人家司法改革 是不民主的 你用你的标准 来衡量人家墨西哥 这是美国经常犯的这种错误 当今这个全球政坛 女力之一的代表 薛恩鲍姆 他赢得了墨西哥大选 也成为墨国史上第一位的女总统 不过现在的总统 罗培兹欧布拉多 他10月才要进行这个权力的移交 我们常说 代退的弟兄就是开无敌 这个立将军你很了解 那他也不装了 直接来骂美国 这长期在美洲时是干预主义 这资助墨西哥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就是来豢扬反对派的阵野 那都说美国关系呢 这个邻居但是相爱相杀了200年 那是否会展开新一轮的外交战 张军你这边的看法 其实墨西哥有个名言 就是我们离上帝太远了 离美国太近了 就是讲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 其实这个墨西哥的总统讲这个话 其实代表就是说 美国一直对中南美洲 他一直伸手干预 常被管辖 甚至于牵涉人家的这种内政跟司法 这是墨西哥来讲的话 主要是司法来讲 美国来讲 发了一个不当的言论 因为司法是人家国家的法律 那你美国的大使 你凭什么去评论人家司法 要怎么改革 怎么个做法 你不能说人家司法改革是不民主的 你用你的标准来衡量人家墨西哥 这是美国经常犯的这种错误 可是我特别要强调的 美国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讲这种话 其实他就是要培养他自己的势力 现在来讲 我觉得对墨西哥影响最大 倒不见得说是这个大使讲这个话 而是美国在墨西哥也培养 反对的势力 其实美国在各个地方培养他反对的势力 不是只有墨西哥 当然是墨西哥离他最近 他培养最凶 包括中南美 各个国家他都在培养反对势力 我特别另外再举一个国家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就最近缅甸又开始乱起来 缅甸为什么乱起来 因为美国在克星邦 克星邦是亲美的 所以他开始在克星邦那边 也在那边搞事 所以说这个中国大陆南部战区 这时候也开始动员起来 所以另外来讲的话 不只是墨西哥和中南美洲 今天早上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红路拉斯也开始 拒绝跟美国停止引渡的条款 为什么 因为美国也对红路拉斯 实施这种内政的干涉 所以我们看出来 美国根本就是把中南美洲 当作他国家的一个后院来看管 不管里面的资源或干什么的 他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办法接受 他是利用培养他的敌对的势力 就两边我一直让你在这边吵架打架 你这边的势力起来了 你左派起来了 我就培养你右派 你右派势力起来 我就培养你左派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中南美洲 一直到现在 不管是墨西哥 或者是巴西 阿根廷 我们经常看到这些国家都经常在政变 那为什么这些人有能力政变呢 当然他们民风有关 但是我第二个 我认为都是美国来讲的话 这个给予这个敌对的势力来讲 一直给他不停的资助 你要知道当一个国家来讲 有两个敌对势力来讲的话 那美国刚好是见缝插针 可以从中获取利益 那这件事情不只是在中南美洲 我刚刚讲的除了缅甸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乌克兰也未尝不是如此 尤其是说中东地区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包括到叙利亚或这些国家 都有美军的影子在 也有美国的CIA的这种影子在其中 所以我觉得美国他为了 能够当全世界的霸主 他不惜在全世界培养 各个政府的反对势力 让全世界变成这种混乱的场面 所以这次来讲 我觉得墨西哥这个总统来讲 他愿意在他卸任之后 把这个话大白话讲出来 其实是警告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 都必须当作一个谨慎处理的态度 是 确实美国常常对其他国家的内政 去做出一些想法 那展现他们这个大国 我说了算这样的自负 不过呢 这次对墨西哥的司法改革批评 就刚好被罗培兹 欧布拉多可以借题发挥了 就暂停了跟美国甚至是连他的兄弟之帮加拿大也一起拉下水 停止了他们这个驻墨西哥大使的关系 暂时来进行冻结 不过他们说呢 这个冻结关系是针对美加两国 是针对使馆的 不是针对美加两国 那我们怎么看墨西哥的这一手 因为出一些小动作 但是又不跟你真的翻脸 就保持在一个很微妙的尺度跟平衡上 我以为你觉得 对啊 其实我接着刚才丽将军的评论 丽将军讲得非常正确 就是在历史上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些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国家 哪一个国家是因为当了美国的小弟而富起来的 哪一个国家是因为当了美国的小弟之后 一生就 这个一下就可以跃升成为 这个G7 G8这样的国家的 从来没有啊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这些开发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当美国小弟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让美国不断的 于取于求的得到他们的天然资源 让美国壮大 让美国富裕 然后呢 美国又在他们的国内 培养了敌对势力互相牵制 然后美国不断的对他的内政指手画脚 所以当A政府不听话 他就让在野势力B政府上台 不管是用选举上台 还是用政变上台 美国在全世界玩的都是同样的把戏 他除了没有对什么日本啊 加拿大这些 比较先进开发国家 玩这种把戏之外 他哪个国家不是玩这种把戏 台湾难道没有吗 美国政府在过去这几届 台湾的总统大选 你们没有把手伸进来吗 我们服选了这么多届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把手伸进来呢 如果你们手都没有伸进来 那为什么台湾的总统候选人 每一个都要到美国去接受考验呢 这不就是最明显的道理吗 所以今天对墨西哥的总统来说 反正他也没有要选 那在没有要选之前 这个之后总可以讲句真话了 而且我更相信 这个墨西哥对美国的容忍 已经到了极限了 不只是墨西哥 为什么中南美洲的国家 现在全部都会 这个由温和左派当选 为什么这些温和左派当选之后 一个一个都选择跟美国告别 因为他们受够了美国 他们就在美国的后院 美国把这些地方 视为自己的这个领土 把他们当作殖民地来做操作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墨西哥的这个总统 当然就借着司法改革这个点 然后引爆了他长期来的不满 那当然你说墨西哥 基于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他不会完全扯破这个脸 他不会 但是他今天讲出这样的话 他其实是给美国提个醒 给美国一个警讯 告诉美国不要再这样玩墨西哥了 因为不要忘记 新当选的总统 也是现任总统执政党的候选人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的执政党会继续执政下去 那美国究竟要怎么处理美墨关系 那就要看美国 能不能够改变一下 他们长期来 把这些国家都当成是 这种第三世界的 不入流的国家 可以任他们予取予求的国家了 是 好 跟美国这边闹得不是很开心 而墨西哥呢 他们也是乐于拥抱新的机遇 香港的南华早报就发布了 墨西哥驻华大使 施雅德他的专访报导 他表示呢 美国只希望我们跟他合作 但我们很清楚 自己不想这么干 相反的 我们正热切致力 来吸引来自中国的伙伴和投资 显示了美国跟墨西哥 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墨方呢 反对美国对周末贸易这边 又要这个指手画脚 指指点点来发号施力 那施雅德的这番话 对中国大陆的喊话 说的是很动听 但他们是真心把中方当作这个政治 跟经济层面的好朋友吗 还是说呢 与中交好 也是用来牵制美国的套路之一 其实这些年其实是这样子 对于墨西哥的投资 前五大国家既然没有中国 但是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增长率最高 到去年来到了百分之二十 我是指增长率 那去年前三季的这个 三百二十九亿对墨西哥的投资当中呢 大概你也可以知道 其实大概中国的增长率是最高 增长率最高 但是竟然不是像我们想象很多国家 像墨西哥这样子的相波波 对于进入美国市场是非常关键的 感觉起来中国大陆的部分 并没有那么强力的投入 我想原因为什么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也是为什么 施亚德要在北京喊话的原因 因为是这样子 中国大陆的民间企业到墨西哥投资 这二十年来其实非常普遍 作为民企来说非常非常普遍 特别是原先民企当中 要透过墨西哥更便宜的人力 大概比较美国只有八分之一的工资 而且墨西哥人 他的这个又年轻 他们的工作状况学习力很强的 可能比很多其他的国家 印度要好很多 所以中国大陆民企都一直很愿意来 所以这些年来 我想这累积从过去一些很零星的这些贸易 到后来我们看到您的时代 包括像电动车产业 整个都过来 那么都是民企 但是你可别注意到 中国大陆国企对墨西哥的投资 还是比较谨慎的 毫无疑问其实主要还是对墨西哥 因为对于美国跟加拿大 北美地区作为测绘国 他们那个捆绑是 无论政治经济各方面是非常深的 如果从前面所讲的 对于自己墨西哥的内政 还可以说三道四 其实美国跟加拿大对墨西哥 都看起来像小弟 很傲慢的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在评估 是不是要大的产业去墨西哥投资 这一点 国企或国家政策 一直都是保持比较高的谨慎程度 当然我们都知道最近 因为这个车企 特别电动车 希望进入美国市场 所以大举的当面投资 包括其实特斯拉 最近也宣布 前面也宣布说 他们也要去墨西哥投资 所以墨西哥的其实投资 跟制造环境真的是很好 但是真的很害怕 如果你一旦有重投资在那里 美国只要轻易 对于特别国关税 我举个例来说 过去汽车是没有限制的 进出口 墨西哥出口到美国 现在就是说只能260万辆 所以大家抢半天 那么所有部分的 这个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看起来中国还是有所保留 不过我们看到最近南方航空 已经有直飞墨西哥 刚刚开通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说 中末的部分的经贸需求 每天有航班 这点直飞是很不容易的 确实也是中末的 经贸的这个紧密度 正在加强中 公民年代词 在墨西哥冥海上 消防 从这边